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们跟着学习伙伴读读 青蛙就是 萤火虫也带着词语飞来了 我们一起读 尖尖 弯弯 用文中的词语来填空 跟我一起说说 草牙尖尖 骨碎弯弯 圆圆的柿子也送来了短语读读 顽皮的说 看 冰车也带着词语溜过来了 请大家跟着学习伙伴一起读读吧 春天 夏天 冬天 四季的风景各不相同 让我们回到课文中继续欣赏吧 上节课我们知道 这首小诗有四个小节 这四小节还代表了四个季节 大家边听学习伙伴朗读课文 边圈化出每个季节描写的事物 四季节 草牙尖尖 它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 它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骨碎弯弯 它拘着弓说 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 它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春天写的是草芽 夏天写了荷叶 秋天写的是骨碎 冬天写了雪人 你们都签对了吗 没签对的改一改 那让我们走进春天 请学习伙伴来读第一小节 同学们边听边想 草牙是什么样子 草牙尖尖 它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我觉得草牙是尖尖的 春天到了 小草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从泥土里钻出来 嫩嫩的草牙是尖尖的 读读这个短语 草牙尖尖 草牙作为春的使者 多想把春的消息告诉飞来的小鸟啊 它会怎么说呢 假如你们就是刚刚破土而出的草牙 见到一只刚好落在自己身边的小鸟 你们会说 我是春天 这时又看到立在树枝上的小鸟 你们会说 我是春天 一抬头还望到天空中正在飞翔的小鸟 你们会说 我是春天 草牙把春的消息告诉了它见到的所有小鸟 它多开心 多骄傲啊 请你们带着自己的感受 跟着学习伙伴一起来读读这一小节吧 草牙尖尖 它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青蛙叫夏天道 我们走进夏天 一起来读读 荷叶圆圆 它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课文插图中 荷叶眼睛眯着露出了笑脸 所以我觉得荷叶挺开心的 它很愿意和青蛙一起玩 结合插图 我们能体会出荷叶愉快的心情 那就跟着学习伙伴读出你们的体会吧 荷叶圆圆 它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青蛙的叫声还引来了小鱼 看着插图试着舔一舔 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回答 荷叶碧绿 它对小鱼说 我是夏天 夏天 池塘里可真热闹啊 让我们边看插图 边跟着学习伙伴 一起来背背前两个小节 荷叶碧绿 它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 它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炎热的夏天过去了 振振风儿送来了秋天 我们一起读 骨碎弯弯 它鞠着弓说 我是秋天 看到这弯弯的骨碎 你们想到了什么 我觉得骨碎长得很好 很好 很饱满 重得弯下了腰 沉甸甸的骨碎 说明粮食丰收了 读读这个短语 骨碎弯弯 有位同学有了想法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觉得骨碎很有礼貌 弯腰鞠躬 好像在说着感谢的话 这位同学联系着鞠着弓 体会了弯弯 是啊 微风一吹 粒粒饱满的骨碎弯下了腰 好像在说着感谢的话 假如你们就是秋天里的骨碎 你们都会感谢谁呢 让我们听听同学们的想法 骨碎弯弯 他感谢土地 鞠着弓说 我是秋天 泥土是庄稼的家呀 骨碎弯弯 他感谢水和阳光 鞠着弓说 我是秋天 五岁的成长离不开阳工的照射 和水的灌溉呀 骨碎弯弯 他感谢农民伯伯 鞠着弓说 我是秋天 没有农民伯伯的辛勤劳作 骨碎也不会茁壮成长 让我们也做有礼貌的骨碎 带着感激的心情 做着鞠躬的动作 一起来读读这一小节 骨碎弯弯 他鞠着弓说 我是秋天 秋去冬来 谁又能代表冬天呢 一起读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我觉得雪人能代表冬天 那这是一个怎样的雪人呢 这个雪人胖胖的 圆圆的 所以这是一个可爱的雪人 我想这么读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这又是一个怎样的雪人呢 我看到插图上 这个雪人向我招手 好像在邀请我 和他一起做游戏呢 所以这是一个活泼的雪人 我想这样读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这还是一个怎样的雪人呢 这个雪人还故意挺着大肚子 所以这是一个淘气的雪人 是啊 这个雪人可爱 活泼又淘气 这就是顽皮 让我们一起边做动作 边读出他的顽皮吧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让我们和骨碎 雪人一起 边做动作 边来背诵 第三四小节吧 骨碎弯弯 他拘着弓说 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每个季节都有代表性的事物 让我们看着插图 边回忆 边背诵全文 四季 草牙尖尖 他对小鸟说 我是春天 荷叶圆圆 他对青蛙说 我是夏天 骨碎弯弯 他拒着弓说 我是秋天 雪人大肚子一挺 他顽皮地说 我就是冬天 这四句话中 都有天是这两个字 它们也是本课要写的字 动笔前 我们先来观察 让我们听听 学习伙伴的想法 天是独体字 要写在天字格的正中间 是 上下结构 上窄下宽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仔细 结构把握准确 是写好字的前提 让我们再来看关键笔画 天是这两个字中都有撇和那 书写时都是左高右低 要给它们写书展 天字中的撇上半部压树中线 那从撇与二笔横的交点处起笔 是字中的那从撇的上半部起笔 写得稍平一些 看 关键笔画找准位置 字就能写端正了 最后 笔画还要按顺序写 请大家跟着学习伙伴一起来书空吧 先书空天字 恒 恒 撇 纳 天字中的撇是竖撇 先竖再撇 这样写更好看 再书空 式字 竖 恒折 恒 恒 竖 恒 撇 纳 式字中的那如果写出那角 就更美观了 请同学们打开书61页 找到这两个字 描一描写一个 书写时请大家端正坐姿 正确执笔 开始写吧 我们一起来评价一下 这位同学写的字 先请学习伙伴说说他的评价 这个同学的字 写在了填字格的正中间 看起来很端正 我给三颗星 我给他提点小建议 是 字中的那 起笔再靠上一点 就又能得到一颗星了 这位同学关注了汉字的结构和笔画 这么评价很清楚 请同学们也评价和修改自己写的字吧 写完字 我们再回到课文中 每小节都有相同的地方 草牙尖尖 荷叶圆圆 古碎弯弯 都有谍词 是啊 这些谍词都写出了季节的特征 而且每小节开头都写了代表季节的事物 他们都在和朋友说话呢 但你们发现了吗 每小节还有不同 他们说的也不同 有谁对谁说 还有怎么样的说 课文中 正是这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才表达出四季的特征 下面这些图片中 你们能找到四季中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吗 试着仿照课文的样子说一说 桃花朵朵朵 他对小燕子说 我是春天 萤火虫闪闪 他对夜空说 我是夏天 柿子黄等等 他骄傲的说 我是秋天 冰车一溜 他淘气的说 我就是冬天 美丽的风景 生动的话语 让我们感受着四季的不同 希望同学们继续观察生活 用眼睛去发现四季的美丽 用心灵去感受四季的美好 创编属于自己的四季儿歌吧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不用 scariest 请不吝点赞 查看 请不吝点赞 рах订阅